12点回家 我用那个炸药 炸药 埋在他们家哪儿了 我在他们家的那个 防杉头 就是防杉那块 对对对 准备把他们家都 我准备想把他们都给他干死 这个是15年前的事情了 15年前 然后把这个炸药引爆之后怎么样呢 但是他们家所幸运 人一个没死 把所谓的邻居给 把那个房子都炸坏了 房子 整个的所谓的邻居的玻璃 全部给震税 震税了之后啊 我们大家看呢 斤斤计较 怨恨 他不但是舍不得 他还怎么样 他还要报复 从那一天起 15年前 一直到今天 今天上午为止 各位观众 到今天上午为止 他还要 把那一家人 炸死 要炸死 您家里边准备什么武器了 我看了一个人没死 这不行了 这仇不高不停 我又买了一个绝把子枪 绝把子枪 能杀人的 然后呢 还有炸药 还有炸药 炸药 我还准备要干呢 准备把他们一家人全部炸死 对 等待着这个机会 对对对 今天上午啊 听了那个张总的汇报 那不是千里追杀人家仇人12年吗 学了传统文化 害怕了 害怕什么呢 哎呀 渊源相报 将来会有反作用力 会有报应啊 哎 他最后把那个刀啊 扔到海里去了 这位老师啊 哎 这位观众啊 今年四十几啊 四十六 四十六岁 他也是啊 想了十五年 炸药准备好了 哎 然后今天上午听完这个汇报啊 您跟我们讲讲 什么感受 我想啊 他怎么能看别人样牛 还是我 就是赶照 赶照着眼睛的 事你不能管越眼睛 眼睛是 我听张老师说 十二年间 他说放轻 我这点事算什么 我想这次进入了 看荡论坛 感受到了 我回家呀 把枪子炸药 我叫到拍伙 喝到公安局 疼 哎 从此以后 我把这个面团 一定要打掉 跟他的这个恩怨呢 一笔勾销 跟他的恩怨一笔勾销 哎 你看 今天上午 从哪来啊 从心灵木齐的 啊 木齐 啊 从从 我的心灵 心灵木齐 啊 这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你们这个附近的 是吧 就今天上午 这一堂科 不杀人了 哎 这个真能救人命啊 我们不知道啊 他那个 那个邻居啊 跟他结院的人 将来能不能看到 这光盘 看了之后啊 一定给老祖宗磕头 我们家得救了 差点没炸死啊 一场论坛 想明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 全国全世界的警察 来听听这个贵报啊 真能不杀人啊 好多刑事案件 它就不发生了 哎 这是真的呀 我们大家特别 听了之后很感慨啊 我们希望这个论坛 在全国各地举办的 那个公安局啊 那个警察们 都来听一听啊 真能够不杀人啊 哎 你说用什么方法呢 这个 哎 人性本善啊 哎 人性本善 你不能够用报复 用对立 用仇恨的方法 那不行 要用爱 用感恩 用孝替中心 礼仪廉耻的方法 恢复他的人性啊 所以不难啊 这个老师一讲 那下面人真不杀人了 他听明白了 他想明白了 昨天我们的汇报 大家也听了 那个刘爸爸在台上 要杀死两个司机啊 听了几场汇报 他不敢杀了 他不杀了 所以说 老祖宗的教导 真管用啊 哎 他跨越时空 因为他是人性的教育 因为他是人性的教育 人道的教育 真理啊 哎 他是自然规律啊 那个不会过时啊 我们听明白这个 大家再来看一看 这位张总 恨了十二年呢 他有忠告 要告诉给大家呀 他的牙都恨掉了 给我们大家看看 那个牙 真的 都掉了 恨的 就是这么恨 从三十八岁就开始掉牙 到现在 这个牙呀 全是假的 牙全都是假的了 恨哪 哎 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提个问题了 哎 一百 将近一百六十万 被人骗走 到现在也拿不回来 什么原因呢 有原因呢 不是你的钱呢 那个钱怎么不是他的呢 我们就来问一问 这位张总 他当年呢 是做建筑公司的老总 那个钱怎么个正法 我们听一听 当时呢 可能在下边 在座的各位朋友 也 也有搞建筑的 任何行业里面 他都有一个 不成功的那个规定 就是说图纸变更啊 呃 变相的增向啊 反正就是说 巧的明路 变相的 搞 不正当的钱 做一些手脚啊 把这个钱都拿到了 今天很多人还在做呀 你不知道啊 凶财 钱财分两种 一个是极财 一个是凶财 凶财是什么呢 不合情 不合理 不合法 凶财呀 哎 你拿到了之后 跟大家讲 那个钱 你留不住 哎 留不住啊 他早晚得走啊 哎 附带着凶灾 凶入 凶出啊 不是你的 哎 这一百多万 怎么来 就这么来的 早早晚晚 得让人骗走啊 哎 你在那去骗别人吧 拿来的钱 最后一定 被别人骗走 作用力 反作用力 那叫 报应啊 采访最后啊 我们这位张总 有几句忠告啊 要向大家讲 所以说 对朋友们 河南的父老乡亲们 所以 咱们过一 一个平平常常的 日子 很好 知足昌落 千万不要有任何 肥分之想 想贪得 其他 本来不是你的东西 你得到了的时候 你会 那个欲望更高 你得不到的时候 就是仇恨 仇恨 是有 结果 是有代价的 所以说 千千万万 不要有贪心 恨心 好 谢谢大家 在这次论坛呢 我们大家刚才听到了 整整十二年 一直到今天 这位张总啊 都没有回过家门了 十二年没有 亲人没见过他 他也没见过亲人 他走的时候 儿子刚十二岁 这些天打电话 给他的前妻 原来的夫人打电话 他夫人不相信 说你在哪 他说在传统文化 在这个论坛 没听说过 你是不是在公安局被抓起来了 你需要多少钱 我们去救你吧 我们去帮你吧 你看他原来的夫人呢 有情有义呀 他就是不相信 他原来的丈夫啊 已经恢复正常 成了一个正常人了 不相信呢 今天呢 他的妻子 前妻呀 也在台下呀 虽然不能啊 虽然呢 虽然他的妻子啊 不能上台 但是我们想借这个机会 给他讲 跟这位大姐讲 早要是学到了传统话 这个家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第二句话 人是教的好的 你看看你原来的丈夫 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真的 谁让他变成这个样子呢 孔老夫子 炎黄二帝 古圣先贤 中华民族的先祖啊 不要不相信哪 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你遇到了传统文化 你能相信 你能照做 你的命运一定能改变 他就不杀人了 你看 那些骗子们 我们不知道啊 将来这些光盘 有没有可能啊 被当年呢 当年骗他钱的那几个人呢 看到 如果一看 那些骗子 我估计会毛骨悚然的 啊 感情我们骗人家钱 最后这12年 老有一个人拿着把钢刀要杀死我们的 你以为你跑得掉 跑不掉啊 如果这次7月份 没有遇到传统话 这位张总 拿着那个刀就找他们去了 那几个人就没命了 所以各位观众啊 我们也要跟 借这个机会 跟那些骗子们讲 不要再骗人了 你跑不掉啊 反作用力 那个报应 你跑不掉 你挑战自然规律 挑战人性 真的是这样啊 量变到质变 不是不报 时辰会到啊 时辰一到 你跑不掉啊 还有 我们要再跟那些天下所有 哎 卖假货也好 说假话 骗人的也好 我们要 跟大家讲 跟这些人讲 不要再骗人了 你把人家骗成这个样子啊 欺离子散 家破人亡 你于心何人呢 不要再骗人了 都怎么的 我们做好人 你也没有灾难 他也没有灾难 这就好了 再有 我们今天呢 非常难得 现场啊 这个将近六千名观众 我们也见证了啊 一个家庭命运的转变 他的儿子 十二年 没有见过爸爸了 现在他儿子都做爸爸 他都有孙子了 今天他儿子在现场 十二年 第一次见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走的时候 你十二岁啊 对 十二年了 想不到爸爸是什么样子 家里有照片 应该在我脑子里的印象 应该是抹不去的 今天看到爸爸沧桑了许多 你的孩子还好吧 现在几个月了 刚过完一岁生日 有一个月了 现在是一岁了是吧 对 做爷爷了 那么第一次见呢 看看儿子有变化吧 我们看到啊 一家人团聚了 十二年团聚了 首先呢 我感谢这次大会 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能给我一个机会 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和我爸爸能见上这一面 这一次啊 我们的这个 张老师啊 还准备了这个儿子的照片 是吧 是在哪里啊 那个照片 孙子的照片 孙子的照片带来了 孙子的是见见孙子 因为那个 老婆和妹妹不能来到现场跟各位见面 孩子还太小了 这是做爷爷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孙子 这个孙子很快就会见到爷爷了 一家团圆了 这回儿子就可以把这个爸爸 五十岁的爸爸领回家让他回家吧 家里人都想他呀 这个我们祝福这个家人 这一家人 我们再问问这个儿子十二年来 这个想念爸爸呀 想跟爸爸讲什么呢 一直最想讲的呀 一直最想讲的就是希望他能回家跟我们团圆 因为老婆在家里 他经常说 那个没见过爸爸 他说那个 你这次去把爸爸领回来 那个 回来我们两个一起照顾爸爸 有人呢 你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听到啊 这个爸爸的这段经历 是第一次听到吗 对 有什么感受跟我们讲讲啊 在台下听啊 其实这次大会 我昨天听一天 今天也 我觉得这场论坛 非常的好 受益的人也比较多 我们大家呀 看到啊 这个父子相认呢 十二年呢 过去了 又要重新开始了 家庭怎么改变呢 人生怎么改变呢 学习传统文化呀 这是真的呀 我们现在呀 给这个孔老父子 给我们的中华先祖 举个宫啊 表示感恩 好 感恩先祖啊 好 好 祝福你们 好 祝福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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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总有话要讲 好 就是四月份 四月底五月初 我去团山找这个团队的时候 我见到我的二哥了 我的二哥就是说 我的妈妈去世的时候 三天三夜都 淹不了那口气 后来我二哥就给我讲 我妈妈拉着 我这个儿子的手 就是说 张磊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爸爸 后来张磊给我 妈妈承诺 奶奶你就放心吧 不管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这我妈妈才 被淹了那口气 我当时 我当时从 从庞山 上了车以后啊 过了仁秋的时候 我那个眼泪都止不住 为什么前几场 我都不敢讲这些 我一讲我怕我失控 过老家的时候啊 非常难受啊 在火车上 太难受了 十二年没回老家了 而且 你还说那个 过去 她的妈妈来了 我还没见到她 我 今天 今天真正的向你道歉 是我害了你十二年 我害了你一生 对不起 请你原谅 我真给你 对不起 这个张总啊 这次借这个机会呢 他呢 要给他的老父母啊 磕头 认罪 他知道他过去不是人了 所以他现在要好好的呀 做人 把这个家呀 照顾好 这是 我给我的父母磕头了 请他们原谅 送给自己妻子拍着头吧 好吧 张磊的妈妈 你也来了 我对不起你 我也给你磕头认罪了 感恩相祖吧 我在给了 中华传统的老 老老祖准备磕个头吧 给中华先祖磕头感恩 好 各位观众啊 我们今天呢 这么多观众啊 来共同见证啊 这一家人命运的改变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的心改了 命就改了 这个话绝对不是口号 家庭可以和谐 社会也可以和谐 那是真的 前提是 身心先和谐 先做一个正常人 这个幸福一定能得到 我们祝福他们呢 也感恩他们 给我们证明 谢谢 谢谢 好 慢一点啊 我们如果以后有人遇到 这样的情况 有人跟你讲 蒋介石离开大陆 留下来多少亿美金 哎 你就跟他讲 你说这个事我知道 我送你一套光盘菜 你就给那个 来跟你说这话 那个骗子 你就给他看着光盘 看这个光盘 有什么好处呢 他能觉悟啊 他能觉悟什么呢 你说那些骗人钱的人 我估计他要是看到 这些光盘呢 他那个几年多会发凉啊 你说你骗来的这几个钱 你花着啊 心里什么心情 老有人在后边 拿着钢刀要追你 杀死你 你说你那是 过的是人的日子吗 话又说回来 凶财呀 跟你带来的是凶灾呀 你跑不掉啊 再有人都有人心 你说你为了这几个钱 你把人家害的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啊 于心何忍啊 你吃的好 穿的好了 吃喝玩乐 那人家呢 所以听了刚才张总的话 你们不要再骗人了 他刚才讲了 那个钱他不要了 你们花去吧 骗他一个够了 不要再骗别人了 太惨了 人生有几个十二年 五十岁的人了 何必呢 当初都是我的贪得无厌的那个行造成的结果 今天我要特意要多说一点 因为我和湖南有非常非常的缘分 您的那个两笔钱被骗走了 第一笔钱就是在 第一笔钱就在长沙 荣源 在长沙被骗走的 就那四十万就在长沙被骗走的 长的楼底的 让楼底的骗走了以后 就是 后来我 湖南 整个湖南 除了张家界 没去过 我把整个湖南都泡边了 而且湖南所有的地方 我都认识好多朋友 现在我也是说 在这个圈子里边呢 在这个楼 就是所谓的 贾美金银这个圈子里 湖南的好多朋友还在广州 还一直在 每天都上演着我这样的悲剧 现在他们还在上当吗 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悲剧 所以说我今天我 就是前几场 我除了上一次在长沙讲的一次 以前我怕 我说话多了呢 这个嘴磕磕磕磕的 讲不好 现在我感觉到通过 这个学习 这几个月我回复的相当的好 不是那么磕磕磕磕的 就是说 就是这次在长沙 处级的那个领导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听来 他当年 他是从93年就开始 从事这个 他非常非常的悲惨 他也是上当的 虽说是个处级领导 但是他那个 女儿 98年考上上海 在复旦大学的时候 学费没有 就去不了 因为他还挪用了公款 我让他来听课 他说我实在走不开 他现在 但是我把网址发给他了 他看那个 坐在他办公室 通过网址看 他 通过 看那个现场直播的时候 痛苦流涕 非常 他自己痛苦流涕 非常的 痛苦 他明年就满60岁退休了 他退休的结果 每个月是200块钱的生活费 其余的 全部扣除 因为他挪用的公款 而且 易阳什么水利局的 还有 什么长德的 亨阳的 陈州 岳阳 岳阳的那个老总 现在 那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让他回来听 我现在在贵州 这次可是真正的高成了 还在像我当年一样 做着那个荒凉美梦 那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可以说 这个所谓的贾美金 是 都说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 我就可以给这个贾美金 做一个结论 是百分之百的是骗人的 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在93年的时候 从93 从03年 我就已经见证了这些个 就是北边那个省 教育厅的一个副厅长 死在广州的沙鹤大街 也是搞这个 江西的一个副县长 也是死在广州 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们怎么死的呢 当时也是挪有了公款 也是每天都是说 今天有希望 明天有希望 都是被人骗了的 天天有希望 而且他们 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个钱 他们那个钱 都是上千万上千万的 他回不了头了 他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是那个粮油进出口 总公司的一把手老总 死在广州的沙鹤宾馆呀 这都是我亲眼看到 亲眼 亲身经历的 所以说 如果在这个圈子里 现在长沙也有啊 什么郑州啊 广州啊 全国各地 特别是这些个大城市 还是 省城 还是这个98年的时候 贾美金 对 就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可以骗这么长时间 骗这么多人 而且呢 就是说 实际可能社会上 就是流动着 就是这么几张 是真票 现在我是真正真正的 明白了 所以说 我也是像 真正真正的 那些个朋友们 要还是要是 逐州也有嘛 陈州 衡阳 岳阳 全都有 不要走这条路了 不要走这个 这条路 决定是 齐立子散 家破人亡的道路 死路一条 注定是死路一条 08年过春节 给我爸爸 妈妈他们一打电话 就是大年初一 一打电话 拜年啊 哎 我说爸爸新年好 当时我爸爸说 那不好 要按说大年初一 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我说我妈妈呢 你妈妈半个月以前 死死了 但是我的头 就是轰了一下 我蹲在那里 说不出话了 老妈妈 过世的时候 多大年岁啊 78岁 各位观众 78岁的老妈妈 从68岁起 到78岁 人生最后的十年 晚年 十年 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 就走了 哎 这个还不叫灾难 还不叫悲剧吗 天天想儿子 见不到啊 十年 不是十天呢 十年呢 见不到儿子 儿子干嘛去了呢 儿子要钱去了 要报仇去了 妈妈妈妈不管了 他不会当儿子了 他不想做人了 那我们再接着采访 接着问呢 老妈妈去世了 这个家里边呢 这个噩耗传来 要奔丧啊 要见妈妈最后一面呢 不但没有奔丧 反而还是心得更加仇恨 没回去 没有回去 反而又是去广西 到处找他们 当时还是更加发愿 一定要找到他们 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把钱追回来 结果一个月以后 再给家里边打电话的时候 没人接电话 后来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一打电话 我说你爷爷怎么 家里没人呀 我爷爷已经在 正月二十三 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 两个老人相隔三十八天 都去世了 这个老爸爸 过世的时候 多大年岁 八十一岁 八十一岁的老父亲啊 好可怜啊 人生最后十年 七十一岁到八十一岁 没见过儿子 没见过 儿子干什么去了呢 要钱去了 要报仇去了 老爸爸 不管了 十年啊 十年 我的朋友 给了我一张光碟 就是 陈老师他们去年 在世界中 传统文化论坛里 一张光碟 当我看到那张光碟 一句话 我一下就好像是 小雷一样 就让我突然突然的明白了 像打雷一样 就明白了 一下就把我 就好像是说 我在 浑浑浴睡当中 把我震醒了 这句话绝对不是侮辱人 绝对不是 也不是我骂人 我就从这一句话里边 我反复地对着 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是什么呀 越想越明白 真正的不是人 没有孝敬父母 父母死活你都不管 你还是人不 爱人说离婚 马上同意 你还是人不 儿子结婚 不问不问 你还是人不 所以说 就这一句话 我明白了 真正的 人该做的事 一点都没做 人不该做的事 反而是 没白天 没晚上的去追 去做 后来明白了以后 一点人事都没做 当时就是想 我一定要找到 这个团队 要向老师们去学习 第二次上当受骗以后 这个头脑是一片空白 以前我不愿意说 就是这次来湖南呢 广州华都的朋友 来了好多 坐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你们 还有衡阳 我有好多朋友 我这十二年以来 就是说和湖南 有非常深深的渊源 我来衡阳呢 可能都不下三四十次了 但是这次来呢 和以往所有的以往 心情是截然不同 这十二年以来 我有好多话呀 就从九八年 我当时 这十二年 为什么没有回家呢 当时从银行出来以后 脑子一片空白 当时就是激活攻心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就变成了 就好像是激活攻心 变成了哑巴 以前我说话 也像咱们陈老师 说话这么流利 就好像那个高山流水一样 这么流畅 实际我现在 说的话稍微多一点呢 还是有点磕磕巴巴的 九八年那年 我把钱亏光了以后 我一下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干张嘴 啊啊啊 就这么啊 当时吗 九八年的时候 九八年 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大概就是有九天左右 九天左右 九天左右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不会说话了 就是九天过了以后呢 这个头脑就好像是 受到严重的刺激了 我当时我那个 大哥大 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呢 我到现在 我也想不起 我那个当时的大哥大 就是那个时候 也是一万多呀 也不知道到底放在哪里 我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就知道我身上夸了一个包 我就知道我这个包里还有点钱 当时呢 就是你们一个副局长 他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他也是 做的那个和我是一样的 我和他交情是非常的好 他就从 把我从那个河北大厦 搞到一个部队的招待所 因为我当时呢 就好像记忆非常的差了 实际 他把我 搞到那个部队招待所以后 我每天就 现在他们跟我说 当时又好像个傻子似的 每天就知道上上下下的 那天那个老板娘还给我说 我当时呢 我就知道是吃饭 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大碗 就是那个刀穴面 我一天我吃过九碗 刀穴面 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就知道吃饭 吃饭 家里边电话号码 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一年零两三个月的时候 我看一张报纸 三比二 我当时三比二 三比二 我忽然的想起来了 保定的区号就是0312 但是家里边的号码 就是记不起来 一年多的时间 想不起来家里的电话号码 想不起来 受了极大的刺激啊 可能一年零两三个月的时候 突然的我知道 哦 那个头是个八 03128 哎呀 就这么想了想去 一下想起来了 807 我赶紧的去打电话 一打 是我妈妈接电话 我说妈妈 当时我妈妈哭的呀 我是老三 我妈妈说 哎呦 傻老三 你在哪里 你还活着呢 都认为我已经早死了 因为一年多都没有 给家里失去联系了嘛 想不起来家里的电话了 想不起来 就像傻子一样生活了一年多 基本上就好 就好像 就是那个部罪招待所就在 广流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就知道傻吃 人家那个老板娘是说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刀鲜面了 实际 都说开店的不怕大毒汗 人家是怕撑着我呀 这么大的碗吃酒碗 刀鲜面 你不是傻不傻呀 那个身体和精神呢 都已经啊 坏掉了 后来让这些个大哥哥 大姐姐们呀 耐心的照顾 我是慢慢的恢复 从那个时候 以后 我也就不喜欢说话了 98年以前 我是说话 也是非常流畅 也就像陈老师 这么说话 很流畅 我现在就说 我怕说话多了 还是磕磕巴巴的 这个是当年呢 给自己的神经系统 留下来的重大的伤害 我一年多 造成这样的了 当时就是说 还有什么面子呀 那个时候 98年以前 我还是非常听 父母话的个孩子呢 从那个时候以后 就再也不听话了 我妈妈说 你在哪里 我让你哥哥去接你 因为我两个哥哥 都在唐山 我说不用了 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把电话刮了以后 因为我打的公用电话嘛 就再也很少 很少跟家里边联系了 我当时就是说 虚荣心太重了 以前是 我是搞建筑的 是建筑公司的经理 要名有名 要钱有钱 要什么有什么 突然的我变成这样了 我是坚决不肯回去 我就给我妈妈 她们说假话 请你们放心 我在南方呢 做着一笔大生意 我会挣到大钱的 始终是给她们 说假话 但是我看到 这句话的时候啊 我就是非常的痛苦 痛苦流泪 我就想起了我的父母 想起了家人 就是说 陈老师把这个五轮关系都讲 明白了 我就这么想 他说你会做儿子不 这么想起来 十年 十多年 父母去世都没见上一面 要按一往 就是说你不是人 这句话就好像是骂人 批评人一样 污辱人一样 都是这句话 一下就把我 从黑暗中啊 就好像点亮了明灯一样 我明白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是我自己把我自己 愚痴 骗到这种地步 如果真的那一天 和这些个骗子 面对面了 我会真诚地向他鞠躬 说我感谢你 你让我清楚明白了 但是仇 我不报了 我不但不报仇了 我反而会真心地告诉他 不要再骗人了 你骗我一个 我就够了 骗走对我那点钱呢 我也不要了 但是就是说 千千万万 不要骗人了 今天好多朋友都来了 这里就是有花族来的朋友们 我都看到你们了 好 谢谢你们 这么多年来呢 我也是少言寡语 不会说话 脾气呢 相当不好 就是心情 太差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话 你知道了 就是别人说什么话呢 就心里扭曲了 我不平衡 再说话一多呢 烦不烦呀 过去不管这些个朋友们 我说的对也不对 请你们多多谅解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现在 就是当年我做的这些个事 每天都在 还在上演着这些个悲剧 这两天 我在朱州 把这个乡情内幕说了以后 他们通过直播 网络直播 看到了 就是打电话 说我出卖了他们了 在座 来了的也好 看网络直播的也好 我真诚的 真心的向你们说 我没有出卖你们 咱们回头 赶紧回头吧 因为当年咱们受骗 是咱们那个贪心 搞得咱们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就够悲惨的了 咱们何必又第二次 要打着这个幌子 骗其他人呢 咱们不要搞这个恶性循环 咱们的痛苦 不要再转嫁到 其他人身上了 要让这个所谓的 贾美金的骗局 在咱们这一拨人身上 彻底彻底的让他 绝肿 再也不要演这个 子无虚有的假名堂了 如果不回头 是永远回不了家 是死路一条 还是回头 我真诚的奉劝 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 赶紧回头吧 回家吧 家里有妻儿老小 都等着咱们呢 再也不要上演我 这样的悲剧了 再也不要 搞那个所谓的 发财梦 天上不会掉馅饼 即便是掉馅饼 中国13亿人口 那个馅饼能砸 能砸到咱们头上啊 那是不可能的 醒悟吧 容易真正的明白了 要安分守己啊 当时如果我是安分守己 一个月 一年下来 十几二十万 我还是轻轻松松的 挣得到 当时就是那个贪心 贪念一出来的时候 就认为当时的 所以说在别人眼中 是个很好的家庭 很羡慕这个家庭 自己还是不满足 经不起那些个 死无虚有的诱惑 也就是说 违背了自然规律 你这个牙齿 本来是保护牙龈 吃饭的东西 我一天就是咬牙切齿 仇恨嘛 你不是咬牙切齿嘛 干脆你不想咬它了 给你拿掉就算了 也就把我所有 这牙全是假的了 从三十八岁就开始掉牙 一天咬牙切齿的 仇恨仇恨 就统统的 你不符合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 这就是受到自然规律的 惩罚嘛 当年啊 就是我的那个 贪得无厌的那个心 害了我自己 世界上没有什么 所谓的骗子 只要是说你 你不贪 他就会骗不到你 我现在明白了 当年就是我自己 把我自己骗了 到最后 他结果就是说 你得到的时候 你会更加猖狂 因为每个人的欲望 是无限的 你得不到的时候 就是像我这样的仇恨 所以说我在最后呢 给所有的朋友们 你说一声 凡事以后 假如是说 你们也听到 类似这样的 所谓的什么 加美金 他说的天花乱坠 就好像 说什么 都千千万万不要信这个 这绝对是假的 绝对是骗人的 你只要走上这条路 这绝对是不规之路 如果我要是不遇到传统文化 今年也是50岁了 我相信 那几个什么 副厅长啊 什么什么 副县长的都死在 广州的那个宾馆大街上了 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呀 如果我不遇上传统文化 可能我的下场 也是 死在街头 暴事街头啊 落实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各位老师 今天呢 有幸能够参加这样 庄严 殊胜的 这个大会 我特别激动 我是无意当中 来到这个会场的 所以我感到是 福报 是缘分 我这个学习传统文化 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特别是 当我看到 我家十一口人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和我的先生 都来学习传统文化 特别是我的小孙女 都能对这个 弟子贵啊 来背啊 学习啊 都很伤心 那么我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查找了我很多 不足的地方 特别是这种 贪 忏吃 在我身上反映的 特别严重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 在学校工作的时候 我教育大家 我们要 不要贪 不要进行 这个 对学生教育也好 对老师教育也好 那么我们都应该 大公公司 但是在我内心里 比如说 我家的先生 他爱写字 我呢 在家里特意给他 安排一个黑板 那么来家写 粉笔字啊 写毛笔字 我就把学校的 那个粉笔啊 拿家去结合 那个 那个 那个墨资 也拿家去 我说你就用吧 这不有多事吗 我这不有方便吗 结果呢 我的老 我的先生就说 这才几分钱呢 可是呢 我没想到 钱不在多少 是在我这个贪心 那么这个贪心 生成之后 大家知道 在那以后 我生了一场大病 这个大病是 就是住了传染病院 传染病院 花了几千块钱 那么比较一下 几块钱和几千块钱 来比较 抱怨 那就是 现 现钱了 告诉我 你不应该贪 那么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 像我过去 我回忆一下 我就对账 哇 一样一样的对账 在单位 那个 比如说 工会啊 在年终活动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奖品 我也参加 我爱活动 我也愿意参加活动 那么第一的时候 给我第一的奖品 第三的时候 还给我第一奖品 那我吧 就不觉得是贪 我就觉得我是领导 我应该得的 应该得的 可是在 现在 我一学习 这个 中国传统文化以后 特别去学习 地质规以后 我还给学生也讲过 那么这种贪心 今天想起来 特别可怕 还有我就眼前最 就是 这话说是 去年的事 就是买菜 平常买菜的时候 也出现贪心 跟人讲完价以后 本来 五毛钱的东西 不行 两毛钱 三毛钱 或者占人便宜 这个一块 一块二 一块三 一块钱 总想占他 三毛两毛的便宜 这种贪 所以我觉得 就在我的身上 反应的特别严重 有时候呢 自己呢 也很忏悔 借这个机会 我也向 在座的这些同志们 进行忏悔 我这个贪心太重了 今后我再也不能 再犯这个贪心了 我向大家忏悔 那么我这个 有一次我买菜 人家找我 本来就是找我五毛钱 可是他找回我一块钱 这个一块钱嘛 这个这个这个 我心里当时 就因为这一块钱 我就回去 他们天天卖菜的人 不知道 大乘来小乘去 不得给中间 占多少呢 我就把这 一块钱菜兜里头了 多贪人 就五毛钱 可是第二天 第三天 我倒出去 二百块钱 我这合金 贪了五毛钱 出去二百块钱 那你说 这不就是报应吗 所以同志们 不要贪了 这是我的现身 真是感觉到的事 学习了这个 传统文化之后 我受到了的教育 确实是深刻的 我以后还要继续学习 我再一次的感恩同志们 谢谢余校长 谢谢您 其实余校长 做得非常好 因为在学校 我们都是以他为榜样的 辛辛苦苦 勤勤恳恳在学校 高了三十多年 然后那个 培养出的孩子 都非常的优秀 全家现在在 学习传统文化 落实弟子规 那我 我应该向您 全家 向您学习 谢谢 谢谢校长 新年轻轻的明光 闭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预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通欢乐 我们通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通风雨 我们不追笑 我们真存同一样地 无论你我可曾消失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心中 不抵抗 我们不欢乐 我们不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地期待 我们不风雨 我们不追笑 我们真存同一样地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祝愿你幸福平安 轻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不欢迎你祝愿你和你祝愿 祝愿你祝愿你为你祝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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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